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分享2023年第36個星期 美國經濟數據出了7月個人的收入 輕微地上升0.2% 按月比6月上升0.3% 收窄了 同一時間亦比預期0.3%為低 最主要是政府派錢補貼 低了,不是人工低了 整體來說,如果剔除了這個通脹 Wield Disposal Income 就是下跌0.2% 仍然有一定程度,輕微的食入 至於個人消費資 繼續比起預期強勁 上升0.8% 在7月的時候 比起預期0.7%為高 同一時間亦比6月的時候 0.6%上升為高 當中 服務行業 由6月0.6%上升到0.8% 這個GoodGood 貨品方面 無論是Durable或是Non-Durable 內用或是非內用品 在6月的時候有一個升溫 從0.6%上升到0.7% 如果剔除了價格因素 都是上升0.6% 萬元 比起預期上升0.5% 亦是為高 你看到消費仍然很刺激 哪怕 Saving 進一步下跌 由6月時4.3% 對比起 Disposed Income 去到3.5% 自從 年初以來 第一次跌破4% 繼續奉錢 美國人精神之一 PCE Deflater 傳統來說 聯儲局用來 Measure 通脹 更加 參考 比較起 CPI 消費物價指數 更加 去Focus 的一個數字 0.2%上升 算是 Slow down 按年 3.3% 有一定程度 比較起6月的時候 3% 升溫 如果核心 PCE Deflater 0.2%上升 同一時間 按年 4.1% 輕微地上升到4.2% 你看到 數字仍然堅挺 聯儲局 聯儲局可以繼續 Base on 上星期 Jackson Hole 的 Meeting 都說到 在必要的情況下 仍然需要加息 這句話 非常可圈可點 你可以說 還未跌到2% 無論我看PCE的核心數字 又或者是CPI 所以 繼續有需要加息 下星期 就會知道 分曉 同時 今天 早上 出了8月的勞工數字 仍然 增加了187,000份 工作崗位 比起預期17,000份 為理想 雖然 8月 6月和7月 就adjust down 11,000份 可以說 有一定程度off set 整體來說 的確比起年頭 或者 上個月都有一定程度放緩 連續三個月的avage 就是 上個月的181,000份 平均增幅 去到 只剩下15,000份 仍然是上升 但是 放緩的跡象 在當中 當中 Health 醫護人員 上升 12,000份 厲害 不知道在哪裡 那麼多 從疫情開始 到現在 都是不斷增長 怎麼算都好 加拿大之前 現在說到美國 加拿大之前 有120萬 新增人口 其中一些配套 例如 醫院床位 醫生 對比起 人口的數字 各方面 都是 供不 應 求 以至 都有一個 張力 在當中 如果你新移民 不知道 會不會 例如 你家庭醫生 收狗醜 不再接 新客 你可能 要去walk in 各方面 遇到一些頭痛的情況 除了 醫護人員之外 Lessers Hospitality 餐飲和酒店業 增加了4萬份的職位 服務行業 Transportation Warehouse 跌窩 34,000份 Information 亦跌窩 15,000份 根據這個計算 最主要是 荷里活 演員 或者一些編劇 都在罷工 所以影響了 Information 版塊 的數字 當他們 談判 這個數字 一定程度的反彈 在當中 值得一提 Disney 都是繼續跌 因為 還未談判的 緣故 好了 你覺得那些編劇 應該要賺多一點 人工 還是 正常人工 就OK 在未來 一個村流 Live Streaming 那個 版塊 越來越升得更重要 那怎樣 才叫合理 一個分成呢 我相信 是一個 值得來關注的 未來 例如AI 或者 我們 Work from home 各方面 如何以為 Everway 各方面 可能 未至於 去到串流 那麼大的 改動 也都 值得來 去思考 慢慢 這些 這些情況 都可能 會少得 我們身上 不是純粹 每個月 收到這些人工 但是 這個都很 Depend on 你可不可以 種子成城 來揮夥你的 福利 權益 和 老闆 去講數 拿多些 各方面 我們這些 星斗星文 通常 加多少就算 如果不是 跳槽算 鬼數 Anyway 在 GoodGood方面 建築業 和製造業 都分別 上升 22,000份 和16,000份 職位 你看到 全面利益 In general 都是 非常靚仔的 勞工市場 報告 輕微地 由3.6% 上升到 3.8% 仍然 都是 歷史的低位 上升最主要是 增加了 73萬6,000份 多了人 投身 進入 勞工市場 變相 多了人 找工 In long run 會不會 抵消了 部分 Vacancy 各方面 如果是這樣的 多人投放進去 都是 好事 健康的現象 亦因為這個緣故 Participation rate 亦是 輕微地上升 20 basis point 達到 62.8% 即是 Outly wages 輕微上升 0.2% Consistent 我們剛才說 7月的 Personal Income 都是 一個 溫和的上升 正式來說 Year over year 人工 就由 4.4% 按年增長 輕微下滑 4.3% 你看到 人工仍然 是 Above 2% 就是過去 那麼多年 Average 升幅 同一時間 就業市場 雖然 Unemployment 升了一點 而且 新增職位 也是 減退了 但是 仍然 有一個 增長 正常的情況下 都是健康的 但是 會不會 在聯儲局的眼中 仍然 覺得 這樣做 不夠勁 要躺平 或是 Negative 才能夠 令到通証額 去 如果是這樣 都可能 成為了 未來 繼續 加多 一些 的 有因 在當中 雖然 看回 ISM Manufacturing 最新的指數 哪怕 是輕微地 由46.4 上回 47.6 但仍然 在沽穎線 之下 所以 仍然 debatable 究竟 他會不會加息 暫時 除了燈神 蕭先生 也是按 分析員說 不可以怪他 覺得 未來 下星期 不會加息 反而 到11月 再加一碼 這是大部分 分析人的 說法 但是 你看回 Jackson Ho 的說法 你看回 決心 如果讓我選擇 我 用回他的想法 不是我自己 我自己 反應 就是 9月加起來 頂你 11月 反而再觀察 還有兩個月觀察 我會覺得 這個方法 會 更有意義 但是 誰知 職務 是 究竟 故意修 如何 如果真是 9月加息 11月反而不加 又再一次 展示 燈神的威力 今天講到這裏 希望你的分析 和經濟素 給予你參考價值 歡迎like subscribe share bidi ba 非常好看